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越南新闻》 我是芷君 今天是2021年10月29日 礼拜五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最新一期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一篇 署名张晓朴的文章 题为新发展阶段经济工作怎么干 文章介绍习近平在河北福建任职时期的 所谓经济工作实践和启示 意外的是 文章批评了汪洋提出的经济观点 文章说 在1992年 沿海地区流行遇到红灯妖道走 遇到黄灯抢着走 遇到绿灯快快走的讲法 但是时任中共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 并不认同这种论调 习近平强调 严格按照中央的要求办事 局部可行但全局不行的事坚决不办 外界注意到 曾经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 就是纯述登论的支持者 据《港洲日报》资料记载 一直到2009年 汪洋还曾经在中共广东省委 十届五次全会分组讨论会上 重提这一个论调 他说 广东在改革开放初期 不是就是靠遇到红灯妖道走 遇到黄灯抢着走 遇到绿灯抢着走发展起身的吗 我们说解放思想 就是不要被无形的壁垒 心理上的壁垒将我们束缚了 否则广东就没有活力了 近日求是的这篇文章 引发习近平阵营打击汪洋的讨论 《香港明报》在10月27日 发表评论文章说 张晓珀是中共中央裁办一局局长 而中央裁办主任 是由习近平的经济大总管 中共副总理刘鹤兼任 张晓珀除了是他的下级之外 还是刘鹤的智囊兼写手 这篇文章的背后 不可能没有刘鹤的影子 日前《华尔加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说 中国电力危机引发中共内部政治交锋 危机被归咎于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仓道的控制电价政策 现在求是的这篇文章是否意味着 在与李克强的矛盾加剧之后 习近平和汪洋也走向分裂 在刚真派系对权威虎视眈眈的时候 习近平如果和原本不属于反习阵营的李克强 汪洋也罵面的话 那他就真的会成为孤家寡人 美国官员证实 在今年的下季 中共进行了一次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测试 该飞行器在飞向目标之前 要地球飞行 五角大楼10月27日说 这个事态的发展 强化了美国将中国视为头号挑战的必要 白宫表示 中国的这一军事进展非常令人关切 10月27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陆军上将马克米利 Mark Milley 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的时候表示 我们看到的是一次测试高超音速武器的 非常重大的事件 他甚至认为 这个测试 已经接近曾经对美国造成重大刺激的 史普尼克时刻 米利所说的史普尼克时刻 是指前苏联在1957年 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伙人做地球卫星 史普尼克一号 在美苏太空竞争里领先一步 曾经令到美国的军方相当震惊 但是美国在10年之后实现人类登月 而苏联在太空领域就远远落后 此前金融时报最先报道了 中共试射高超音速武器的消息 报道说 虽然中国的这个武器 偏离了目标几公里 但是这次测试 标志着第一次有国家 发射了一个环地球飞行的高超音速武器 事实上 这么多年来 美国军方官员一直警告 高超音速武器的危险 因为这种武器的速度超过音速的5倍 而能够攜带核弹 早在2018年 时任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 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 副主席的约翰海藤 John Hyten 曾经表示 我们没有任何防御手段 可以阻止一枚这类的武器 针对我们的部署 他还警告说 华盛顿对高超音速武器的最佳防御 是能够拥有发动类似进攻的能力 自此之后 美国军方也一直将高超音速武器的开发 作为优先事项 尤其是在俄罗斯2018年 测试了一种可攜带核弹头的 高超音速滑场载具之后 美国更加强了研究 上个礼拜 美国陆军和海军宣布 成功测试了几次高超音速武器组件 但是对高超音速武器的担忧依然存在 中共强推严苛的防疫政策 让成一桩桩的人权悲剧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 中共当局更加码疫情防控 令到几万名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劳工滞留海外 有人甚至绝望自尽 10月27日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身处印尼一带一路项目的劳工刘先生透露 目前在当地滞留的中国工人多达几万人 主要是因为翻中国的政策異常严格 接种导致了血清抗体检测不过关 就算是多次病毒检测情阴性 身体没有任何的症状都不可以回去 刘先生表示 由于国内的防疫处于高压状态 始终坚持清零政策 特别是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还有一百日 他们要确保冬奥会不存在任何差错 而到了年底 很多人的合同已经到期 关在园区里面出不了去 造成抑郁症 回不了家的这些工人 曾经组团向大使馆求助 但是得到的答复就是两个字 不理 当地一位工人甚至想吊自杀 疑似和超奇滞留有关 报导原引总部在纽约的 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席李强说 他们回不了去 核心就是中国政府不让他们回去 很多健康的人回不了去 因为没有航班 为了经济和工程的需要 很宽松地就将工人放出来做贡献 工人说要回去 那就是给国家添乱了 这一个月 我知道的就有两个工人上吊 整个情况造成工人抑郁 另外因为疫情的不断反弹 云南瑞丽封城已经多达五次 居民黄先生表示 一年以来基本上未出过小区门 身边的个体户朋友几乎都失业 自己一年以来 也都只能从政府那里领到两斤面 两斤油 几斤薯仔同一袋米 而且还不准跟外面说 在微信上只要发布实情 就会被消耗 黄先生说 捱不下去了 而党媒央视在27日就引述律师的评论说 个人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 最高可以判死刑 引发舆论诗言 美国将会在12月9日到10日召开虚拟领袖民主峰会 台湾会否受要参加被受关注 27日美国国务院就此作出回应 美国国务院一位不具名的发言人 在回应中央社相关提文的时候表示 台湾已经在符合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情况之下 就参与峰会一事和美方合谈 一中政策是以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项联合公布 以及对台六项保证作为指引 这位发言人说 美国相信台湾能够对峰会目标 做出有意义的承诺 包含对抗威权 打击贪腐 以及在海内外促进人权 该发言人还说 台湾是民主领头羊 身处前线对抗中国假讯息 已经发展出一套防范外国干预的最佳做法 台湾在利用新兴科技 令到政府治理变得更为透明 更加能够回应民情上面 也扮演全球领导角色 获得国际透明组织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仅称TI的高度评价 共和党籍议员史葛 在27日志行拜登表示 台湾是美国对抗威权 确保所有人都能享有自由的重要伙伴之一 呼吁拜登迅速公开邀请台湾与会 据悉 这次民主峰会将会邀集国家元首 公民社会 慈善事业和私人团体成员 讨论民主挑战 预计将会有超过100个国家元首受到邀请 就在外界对中共在亚太地区活动和影响力的担忧加剧之際 奥大利亚政府致力和东盟建立更加强劲的关系 据路透社消息 奥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27日和东盟领导人举行时讯峰会的时候 极力推动要和这个拥有10个成员国的区域联盟 达成一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当日 东盟主席国文来 在一份会议摘要中表示 奥大利亚和东盟同意在他们之间 建立一个有意义 实质和互为互利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奥大利亚领导人 还向东盟成员国的领导人表示 东盟位于印度太平洋中心 我们透过言语和行动支持这一点 为表支持 奥大利亚承诺 再向东南亚捐赠至少1000万剂新型疫苗 以及1.24亿澳元的财政援助 港版国安法之下 香港已经丧失言论自由 形同中国大陆 这个在澳门也引发了寒蟬效应 澳门独立媒体《爱门日报》 近日无预期停刊 面书也一度关闭 10月19日 《爱门日报》在面书粉丝专业发出公告 表示 由于前所未有的环境变迁 资源欺缺 《爱门社交平台》 将自2021年10月20日凌晨0点起 停止运作 2日前 《爱门日报》的面书专业虽然重启 但却没有更新 《爱门日报》前副社长崔子超 近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分析 这个反映了澳门年轻的民主派人士 自我保护意识强烈 不敢如月红线 这期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多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会